2023上海车展5.1管 号称豪华B级SUV的新红旗HS5正式亮相 那新款车型相比老款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家族式前辆设计 直铺式格栅看起来呢 也是更加的霸气一些 那除了这个巨大的进气格栅以外 这个红色的装饰条也是红旗车型独有的 大灯采用了分体式设计啊 上边是LED日勤灯 下边呢是远近光的大灯 这个风体式大灯 看起来呢也是更加醒目一些 轮胎来自米其林的号月系列 规格呢是25545R20 尺寸呢是比较大 车身尺寸方面 车长呢是4760毫米 车宽1907毫米 车高1700毫米 轴距呢是2870毫米 最小离地间隙呢是200毫米 整个的最小离地间隙的数据呢 是比较出色的 另外它的轴距在同级别里边都是比较大的 尾部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贯穿式熏黑的尾灯啊 点亮之后的显示效果应该很棒 再往下看 下边呢是采用了一个 黑色加银色的一个装饰杠 整个显示起来的效果呢 也是更加的运动 内饰最大的亮点呢 应该就是仪表盘 加中控屏 采用了一个大联屏的设计啊 虽然现在在车展上没法点亮啊 但是它的整个功能 包括显示的细腻程度呢 都没得调 方案盘手感很出色 大小呢也适中 并且它支持四项的电动调节 两边呢集成了很多的多功能的按键 使用起来呢也没有任何难度 方案盘后边配备了两个换挡拨片啊 这个拨片应该是同价位当中少有的 中控台下边呢 配备了空调的实体按键 这个呢是我特别喜欢的 作为一个豪华品牌啊 新红旗HS5整个内饰的用料做工 在这个价位当中都属于顶级的 中控台上边这些材质都很柔软 包括中控台下边采用了这种木头的材质啊 很高级 中控台再往下啊 是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 并且右边还可以放一个手机 那再往后看 这边呢是两个杯架 这边呢是电子的换挡杆操作区 操作起来呢肯定也是特别的方便 后排啊 先说空间 2870毫米轴距扩出来的空间呢 是巨大的啊 前排座椅呢 现在是靠后的一个状态 你看我腿部空间得有多大多夸张 是吧 头部空间也是非常的宽裕 后排整个座椅的舒适度啊 跟前排一样都很舒服 坐垫对于成员腿部的支撑效果也很出色 靠背呢同样很舒服 并且它带有头枕啊 豪华车型独有的啊 后排空调出风口 下面呢配备了两个充电器的接口 并且有一个12伏的电源 细节方面做的很细致 动力方面 新红旗HS5搭载的是2.0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呢是185千瓦 这个功率呢 其实比老款提升了20千瓦 变速箱匹配呢是6AT编辑器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 新红旗HS5在外观 以及内饰方面的升级呢 足够有诚意 那在车展亮相呢 也预示着这台车即将要上市 那最后呢 请大家多多关注红旗 多多关注新红旗HS5这台车